君先生 陈玲小姐的新婚庆典 我是本次婚礼的主持人徐东辉 在婚礼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到场的几位嘉宾 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新郎梁君先生的父亲和母亲 给您二老道歉 新娘陈玲小姐的父亲和母亲 给您道歉 担任今天主婚人的是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客舱服务部中心经理 黄金文先生 感谢您的光临 郑婚人 北京现代洋工机械公司 总经理杨维强先生 另外呢 今天参加婚礼的 还有北京军区政治部秘书长 黄宪君先生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原副总经理刘文满先生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动力处 原处长王宏玉先生 另外参加婚礼的呢 都是两位新人 以及新人家长的同学 同事 亲戚朋友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在这呢 不能把大家一一的作为介绍了 在这里 我再一次代表两位新人 以及两位新人的家长 对各位来宾的光临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谢谢大家 两位新人选择了 2007年11月17日 这个几年几月几日 作为他们喜结良缘的大喜之日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08分 梁晨及时已到 我宣布梁君先生 陈灵小姐 新婚庆典 现在开始 朋友们 我们听 婚礼的钟声 敲减了 婚礼的地形曲 响起来了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让我们用气派的目光 让我们用张张笑脸 欢迎两位新人入场 在庄民省上的婚礼典 请许的陪伴下 两位新人已经划完的 向我们的到来 朋友们 让我们把无限的祝福 欢迎热烈的掌声 送给他们 好吗 后边来冰桌 看我现在 您可以站起来 哎呀 新冷官 新娘子 你们这从哪过来啊 好 家伙 这这一身这一头啊 黑卡咱们 葫芦葫芦葫芦啊 梁君 今天你看 这么多来宾 参加你们的婚礼 跟大家说几句好吗 首先感谢大家 能参加我和盛林的婚礼 然后希望大家 今天能跟我们家 不得快乐 谢谢大家 盛林 平时啊 梁君可以 在任何事情代表你 但是今天这个讲话 他不能代表你必须要清楚跟大家也说几句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希望大家吃好了喝好了 今天能跟我们一样开心 看得出来啊 在两位新人的脸上呢 跨着非常灿烂的微笑 但是多少还有一点紧张 是吧 没关系 这个 咱们这样 我呢 首先代表咱们各位来宾啊 问你们几个问题 梁君 你们两个认识有多长时间了 六年了 六年了 这个时间好像不太确切 从认识到现在 不止六年吧 应该是 01年的12月10号 在那之前认识吗 在之前也认识 你看说话有水的问吧 应该是 如果从认识日期开始算的话 应该是十年了 十年了 时间很长了 是吧 那要这么推算起来 应该是上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是吧 应该是上高中的时候认识了 那时候只是还没有表达出这个爱意来 还是同学关系 是吧 后来呢 通过很长时间的接触 慢慢的就从同学变成了恋人 对 没错 对 没错 那我得问问你 陈琳 老实说 是他先追的你 还是你追的他 当然他先追我了 那这样 当着所有来宾的面 你给抱抱光 他是怎么追的你 好不好 自己想想 跟大家年轻的时候差不多 就是撕一小纸条 然后 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直 上学 上高中的时候 俩是同学 然后那个 考那个专 考那个高知接轨 然后就是报学校 他就一直问我 报哪个学校 然后我就跟他说 什么什么学校 然后他就跟着我一块 考那学校了 到后来 上历年学了 也没表示过 然后后来就开始 C小纸条 然后老接触 时间长了 反正就是 有那意思了 我看出来 知道为什么吗 咱们梁君啊 性格属于偏内向型的 比较腼腆啊 那在这呢 陈琳 我问问你 咱们新郎官身上 有很多很多的优点 这个呢 我不希望你再说什么了 确实是非常棒 你小伙子 今天当着全体来 我得问你一个 为难的问题 你说说新郎官身上 有什么缺点 缺点 太固执了 太固执了 还有吗 不爱说话 不爱说话 这不算缺点了 不过今天表现挺好的 今天挺好的 我跟你说啊 总结这两点了 因为我跟梁君认识 时间也很长了 梁君有两个缺点 第一是笨 第二是懒 我这有根据的 您别一心别乐啊 为什么说笨呢 从认识新娘子 到今天结婚十年了 各位 中国人打鬼了 他用了八年 追新娘子 用得了那么长时间吗 太笨 是不是 这是说笨 为什么说他懒呢 我给大家讲个事啊 前两天呢 去他们家 这个准备这个婚礼嘛 梁君没在家 他父母呢 正在收拾屋子 搬那个大双人沙发 非常吃力 后来我就说了 你们干嘛不等梁君 回来再搬呀 梁君的爸爸说了句 等他回来 等他回来 沙发就更沉了 当然这开玩笑了啊 不过呢 我发现就是跟梁君说话 就像刚才陈林说的 他这个话特别少 能说一个字呢 他绝对不说两字 你比如说 这个行不行啊 行 这个好不好 好 对不对 对 是不是 是 就那么简单 多谢咱们试试 现场啊 梁君 你 是不是 非常爱陈林 是 结婚以后呢 你们两个人 都希望呢 能够说的 孝顺双方的父母 我说的对吗 没错 难得啊 刚才说了 陈林说了 表现得不错 能说出两字来了 好好好 这个呢 就是开个玩笑啊 缓和一下现场的气氛 现在不太紧张了吧 不紧张 不紧张了 不紧张都不知道 麦可风 还是新娘子算 麦可风接过来 合法的婚姻呢 是要受到法律的保护的 那首先呢 我想就有请 两位重要的嘉宾 是我们的主婚人 黄金文先生 还有正婚人 杨维强先生 来到舞台上来 有请我们的李小姐 把两位新人的 结婚证呈上来 首先呢 我们请证婚人 来为两位新人 宣读结婚证书 证婚人 您这个任务很艰巨啊 您要看看 这个结婚证 到底是不是真的 然后这公章 是不是真的 这个相片 是不是他们两个人 名字对不对 来 您到这边来 老师一点没错 首先 我非常无幸 也非常高兴 为梁军 陈林 正婚 作为陈林的同事 也作为他的 也算是领导 和他们共同的朋友 我衷心祝福他们 在这个未来的生活当中 无论是这个精彩的生活 还是这个平平常常的日子 彼此相亲相爱 共同面对 未来的生活一定 永美美好 现在我就 选读 选读 提婚证书 提婚申请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 予以登记 发给辞证 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 选读完毕 正婚人 您现在把这个内容念出来了 但是要看份照片看看名字 对不对啊 持正能量军 登记日期2007年6月20日 持正能 登记日期2007年6月20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